47人组织或参与民主派初选 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 其中一个被告周嘉诚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获批 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兵批准周嘉诚以现金5万元 和人事担保5万元保释外出 期间需要遵守一系列的保释条件 包括交出所有旅游证件 不可以离开香港 每日到警署报道和遵守宵禁令等等 另外除了投票之外 不可以直接或间接组织、安排、参与或者协调任何选举等等 同案其中11个被告早前已经获准保释 有35人仍然收押等候聆讯